好,我們來看一下,剛剛我們進到 有分享一下這個知識怎麼建立的,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測驗體 就是您剛進到這個知識裡面,如果你要建立自己知識的時候 自己知識的時候 那他有一些 測驗的類型,那 現在呢在這裡面 你看我們剛剛裡面有 用過這個 這個是剛剛講的 所謂的 練習體,所以可以直接檢查答案的 好,可以直接檢查答案的,那麼 現在呢這個行道處這個是屬於投票的 也就是沒有直接檢查答案 直接看 內容的 那 請問 這個是什麼話 這四個裡面 會答木棉花的就表示還不能畢業 因為木棉花畢業的時候才有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大家回答的情形 你看這裡 統計 統計 好 那如果是剛剛那一題的 我可以直接點進來 比如說我想要看一下這個 同學的 他就回答一次而已 那 結果在這邊 有沒有 他有回答 這個 是不是就看到了 這樣了解 對啊 所以 誰回答幾次 你看喔 我剛剛有看到一個回答好幾次的 這個都還好 有那個回答 這個回答夠兩次有沒有 他有買保險 一個選A一個選B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兩次 你看他真的兩個都選 有沒有 第一次選這個 然後呢 再一次選這個 這樣萬無一失 一定會答對 好 那我們看看行道是不是 你把他點進來 投票就像這樣 所以 大家蠻厲害的喔 都知道是風鈴木喔 風鈴木有兩種 黃的跟那個粉紅的 沒有錯 回答這個的 阿伯樂 他也是有概念 只是季節錯而已 因為阿伯樂也很像 很像這樣 但是他是像鈴鐺一樣的 像鈴鐺比較一串的 不像那個風鈴木那麼 那麼大 好他不像那麼大 然後他比較一串 所以 有沒有發現 其實誰回答我們都知道 不要看他 這樣他會不好意思 反正 這個東西 我們學習過的 會比較重要對不對 被笑也是笑一次而已 以後你就可以笑別人 好那你看這一題呢 另外一題呢 這一題 請問這是什麼 這個最近 常看到 不知道對不對 我們先看一下 大家回答的 像剛這個同學就做筆記 有沒有發現這個1 所以其實有時候 你想要跟老師做溝通的話 也可以像這樣子 你看這個筆記數量1 我就可以進來 不好意思偷看一下 他畫在這裡有沒有 那他目前有一個小缺點 就是說你的筆記的這個部分 他是沒有包含背景 所以變得就是你要自己 進自己的筆記看的時候 你才會搭起來 才會搭起來 好 OK 那 我們看看這一個 看看大家回答的情形 好 這一題大家就比較虛擬一點點 因為 有五位答對了 對不對 這個是 花旗木 其實 我會考這個 有一個很重要 請問 各位 會不會找 圖片 如果你曾經上過以前我們的 我的課的話 萬一這個我不會怎麼辦 按右鍵 有沒有叫做以圖找圖 所以 很重要這個要會 我不用考你那個 我要考的是這個 呵呵 按右鍵 直接 這個東西 來等一下 按右鍵 以圖找圖 透過Google找 他會自動把這個圖上傳上去 你看上面這裡 有沒有發現 跟你平常用的不一樣 對不對 這叫以圖找圖 所以 有圖有真相嘛 我這已經把圖給你了 你一定就很好找啊 呵呵 所以 這樣一找 那不只找到圖 還找到什麼 這張圖的 相關的資訊 是又找到了 這是最重要的 那 當然 這是 圖片已經在網路上的 你可以這樣子 那如果圖片是在你自己電腦裡面的 怎麼辦 你就用拖曳的方式把它丟到 這個地方 就可以了 好就把它丟到這個地方 或者是如果圖片已經在這邊的 比如說我隨便點一個 圖 圖 找不到其他版本 你從這邊大概就知道了 他是那個叫做 花旗木 那麼 有的人他會把這個關鍵字就直接列出來 好就直接列出來 比如說 你看像我們剛剛這個 像這個按右鍵 直接 以圖找圖 有沒有直接就找出來了 這樣知道以後要怎麼找答案的嘛 我們都叫這種 這樣才會印象深刻嘛 所以你找到這個 當然你可以去再找看看 比如說點進去的 就可以找到 更多相關的 那如果你是找圖片的 跟它相關圖片的 比如說我就找這樣子 你也可以按下面 直接丟到這裡 記得 你要用這種功能的時候 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在Google這邊找圖的時候 你不能在搜尋這邊把圖片丟進 一定要進到圖片這個 這個類別之後 這個功能之後 你才可以把圖丟進來 這樣了解 這叫以圖找圖 好 剛剛那個樹不認識沒關係嘛 這個工具 你應該要會的 好 那這樣子 是 我們剛剛所看到的這 兩種 測驗的類型 對不對 好 那這段我先到這邊 這邊